我们说到锦衣卫的时候 往往会把它想成一个是明朝特有的特务机构 其他朝代就没有锦衣卫嘛 但是您说这个话 那可就冤枉朱元璋了 在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有类似这样的机构 有个著名的奥卡姆提到原则 就是如非必须物增实体 那么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特务机构 你就不能单独把它归结为朱元璋所独有的内容 它一定是在历史上真正发挥过什么样的作用 只不过到明朝的时候 他叫做了锦衣卫 在中国历史上 真正大规模的这种皇帝直接指导的特务机构 是从汉武帝开始 他叫什么名字呢 叫秀衣直指 秀衣当然是衣服本身不错 挺漂亮 另外是归皇上直管的这样一个团队 他们最早的时候诞生的原因是两大任务 第一个是讨奸 第二个是治愈 最主要的功能就查那些不法的官员 你要犯错了 哪怕我没有直接的证据 只要我皇上怀疑你 那立刻就审查你 所以很多官员对这个机构就非常的恐惧 随着地方豪强兼并的势力在做大 这个机构就具备了直接逮捕地方豪强 审理地方官员的特权 有了这两项特权之后 他们就是神出鬼没 无处无在 史书上对这群人的评价叫威震周俊 到处都害怕他们 您可以看看 这跟锦衣卫就已经很像了 等到三国时期 曹操手下有个机构就叫孝氏 在三国治当中没有专门阐述 但是裴松之在给三国治做注的时候 专门提到了孝氏这件事 在太平预览241卷的时候 记载的更为详细 说曹操欲广尔目 您听这词 欲广尔目 设立了孝氏官 专门刺探官员的言行 向曹操和后来的皇帝进行举报 当时最有名的两位孝氏官 叫做卢洪赵达 军营当中对他们二位是最害怕了 当时流传一句话 叫不为曹公 但为卢洪 接下来两句更有意思 卢洪尚可 赵达杀我 您看看 这两个人的层次都说出来了 一个是让你扒层皮 一个是让你活不下去 等到唐朝的时候 武则田设立的部门叫内卫 专门对官员察言观色 等到唐宿中的时候 也有查识这样一个机构 专门探听官员的言行 功能和道理也是非常接近的 宋朝时候也有 那时候叫皇城司 他也是隶属于皇帝的第一个间谍机构 他的功能也更强大一些 有些网友看了长安十二时辰之后 就开始觉得 唐朝不是有不良人吗 汉代还有个大随和 这两种人属不属于特务机构 严格来讲 他们更类似于补快 甚至是不良人 都属于补快之外的边外 他跟这种特务机构 直属皇帝 兼差百官的职能 还有一定的差距 属于下一个档次的机构 我们讲这些官僚机构的存在 意味着自古以来 皇权都需要这样一个机构 来维护他的统治 来起到更多的兼差作用 只不过在不同的朝代 表现有所不同 但是说到锦衣卫的时候 他跟历朝历代的老前辈 有啥不一样 不一样 当然你不能体现在说 我衣服颜色不一样 我这个绣的花不一样 我这个刀是绣春刀 你没有 这些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巢之内 首先这个机构 设立的时间长短 就不一样 他基本上是贯穿 明朝整个始终的 他在朱元璋手中 开始建立 随后被废除了 等到朱棣上位之后 马上又继续开始 一直延续到明末 朱元璋设立他 是自己一心最大的时候 朱棣开始设立他之后 也是他本人篡位 心里一直不安 也需要这样一个机构 而明朝后来历代的皇帝 因为秦政的皇帝特别少 他也需要对百官 进行各种监察 那么锦衣卫 就一直有他存在的必要和理由 锦衣卫跟老前辈 另一个不同 在于什么呢 他的权力 要比历朝历代都要大 在他的手中 办理过像胡卫雍 蓝玉这样一个牵扯几万人 历史两位数年代的 这样一个大案和要案 更重要的是 锦衣卫凌驾于所有司法机构之上 而且他有自己的审判机构 就是在你原有的司法体系之上 我自己另建一套 我不受你的约束 以前历朝历代的这些机构 你抓了之后 你顶多是有审判的功能 最终判刑 还是依据于当时的司法机构 而锦衣卫完全不需要 这种权力是历朝历代所没有的 他也是皇权集中的一个体现 像历朝历代这样的机构 多多少少都不是大张旗鼓来宣传 他的存在 往往都是说 隐在这个黑暗的角落 或者隐藏在不为人质的地方 发挥他的作用 但是锦衣卫就不一样 他是完完全全暴露在阳光之下的 明确告诉你 这就是皇帝监察百官的机构 他的背后就是皇权 但是就这样一个光天化日之下的机构 干的却是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 为什么很多人会把秀春刀这部电影 当成现代职场戏看呢 往往是在商业活动当中 表面上是一个很光鲜的东西 但骨子里有些龌龊的一面 这两者应该是相同的 说到这儿 咱们总要讲一讲 锦衣卫到底干了哪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呢 严格来讲在龚卫斯没有变成锦衣卫之前 朱元璋就开始赋予这个团队一定的密探功能了 当时叫做简教 我们可以看看在明史的宋连传 还有水冬日记摘抄这些史料当中 就记载了这些人到底有多么的神通广大 当时的博士教书汉林前载 年事已高 岁数大了 腿脚不利落 上早朝对他来说就是个痛苦 有一天退朝之后回到家里 闲来无事了 心情也不错 就引了一首小诗 他说四股东东起着意 你想想 四经天就已经起来了 穿衣服就往皇宫里跑了 五门朝见上闲池 跑到打卡的地方一瞅 哟 卡机已经关了 你看今天又迟到了 保不齐又扣钱又挨说了 何时得岁田远乐 睡到人间饭熟食 睡到自然醒了 那是多美的一件事 我直接起来之后我就吃早餐了 这跟我们现代人的想法 几乎都是一模一样 写完了这首诗之后 千载觉得写的还不错 比往这一割 早早就休息了 等到第二天上朝的时候 朱院长就问他了 说爱卿 你昨天晚上写了一首好诗 写的还不错 不过 你这个诗里有点问题 我什么时候怪罪你了 我没说你上闲池 你这个话说的有点不对了 千载一听 大惊失色赶紧翻身跪倒 崩崩的磕头 他是又惶恐又庆幸 惶恐在哪呢 自己在家里随便饮了一首小诗 皇上就知道了 庆幸在哪呢 这首诗多亏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 否则就人头难保了 你像宋小枫这样的 动不动就此时此刻 我想饮食一首 歌到以前早就人头不保了 国子煎气酒叫宋娜 他晚上跟人发了点气 心情不太好 觉得家里比较郁闷 闷闷不乐呀 第二天上朝的时候啊 朱元璋就问他了 说宋爱卿 昨天晚上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啊 说出来让我们开心一下吗 宋娜就很好奇呀 我昨天晚上是生气了 但是我是家里有事 您怎么就知道了呢 结果朱元璋啊 就拿出一幅画像了 说你看看 画的不就是你吗 愁眉不展的样子 是吧 宋娜看了之后啊 也是后背发凉啊 您想想 自己在家里的表情一举一动 都被特务机构也画下来了 原封不动的送到朱元璋的手中 宋娜在散朝之后啊 回到家里就大病一场 您说说 他是因为自己家事呢 还是因为被朱元璋发现他有事呢 这我们就不再多讲了啊 汉林院的大学是宋连 历史上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吃胆中心的人啊 而且呢 他还是朱元璋的太子朱彪的老师 朱元璋很喜欢朱彪啊 早早就立得当太子了 而且对他记忆厚望 他能当朱彪的老师 当然说明朱元璋也看好他 但是啊 对他的监视 依然存在 有一次上朝的时候啊 朱元璋就问他了 说你在家里昨天宴请了谁啊 吃的什么菜啊 宋连就说了啊 昨天我宴请了谁啊 吃了什么几道菜 郑阳高中心掌烧花鸭烧紫鹅 都报了一遍 朱元璋听了之后啊 就说哎 你看这罐口背的多熟练 一点都没错 看来没少下功夫啊 宋连就很奇怪啊 说您怎么知道呢 朱元璋呢 就拿出一幅画 这幅画当中啊 不但是与会者都有谁 他们做的次序怎样 而且上的菜 都是什么东西 标注的清清楚楚啊 宋连是暗自庆幸啊 多亏九席宴间 没说任何过头的话啊 否则又是人头不薄啊 从此之后 那宋连过着日子 您就想想啊 提心吊胆 事事小心啊 终于战战兢兢 熬到了告老魂乡的时候啊 可没想到 锦衣卫又查出来了啊 说你跟胡庸案件有牵连 最后是皇后和太子朱镖 反复在皇上面前求情 跟锦衣卫这些官员 也做了一些疏通 最终呢 勉强保住了人头 但是啊 发配是在所难免呢 举驾 被发配到距离南京 山高水远的四川茂州 历部尚书 吴林已经告老还乡多年了 但朱元璋啊 对他仍然不放心 因为他当过历部尚书啊 专门管官员匹配的 担心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啊 搞点什么小阴谋啊 小团队啊 这事可不行啊 所以啊 专门派人查探呢 这些锦衣卫啊 到了湖北黄港之后啊 没有直接到吴林家中啊 进行打探 而是呢 乔装打扮一番 到周围去刺探情报 正好在水田当中啊 有个老农夫在这插秧的 结果锦衣卫就上前问了 这老人家 你知不知道附近有个无尚书啊 结果这老头直接说了 毕人就是 哎 我就是吴林 锦衣卫一看 手里拿着秧苗 脚下踩着泥土 戴个帽子 一看看 哎 确实没有什么谋犯的迹象 就把这件事呢 回了跟朱元璋如实的禀报了 朱元璋一听 哎 这算放下心了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啊 如果你是清清白白做人的 还真不怕这帮人来查 这些事都是明文记载在正史当中的 这些事情已经让人够恐怖的了 但是这仅仅是锦衣卫工作的一小部分 锦衣卫还有更恐怖的地方 让人文风丧丹